是有佛,我们也能亲见着佛 我们现在大家佛一家层 起码我都正到阿罗汉国 聊生死了,亲见佛,亲闻法 佛罗罗涅槃了 我涅槃了是正法没有了 相法呢,佛的法非常在 正国的人很多,那现在也没有了 那现在是佛灭度两千多年了 五个五百年了 成道正国的没有 乃至法都要灭 渐渐就法灭了 大家不相信啊,确实事实啊 我们在大陆上 从五零年到八零年,三十年 你想看一本佛书,办不到 犯法的也没有看的 全部封锁可来 看看有穿合成衣服的 没有,到香港来还可以 那时候还没得到深圳啊 深圳很小呢 不是这么容易的了 要法灭的时候 你就没有不能得度了 要有佛注释 我们见佛文法 佛有无上的智慧 能给我们消灾 能给我们加持 一说法 知道我们的根 我们就开悟了 就聊生死了 但是,我们极没得智慧 也没得福得 佛再试试会 我们到哪里去了 佛灭后两千五百多年了 佛灭后两千五百多年了 佛灿来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灾难很多的 所以,能够生到有佛时 很不容易 因此 佛先大愿 第七大愿 请佛长驻世间 祝佛要于四年盼 我惜自称而劝请 我愿久驻叉晨皆历了一切咒证生 说世尊啊,你可不要入灭 你长驻世间 加持我们这些苦难众生 就是请佛注释 不过我们现在还好 还能有法可问 还能听到普贤恨厌 这就是正法在 哪有法哪就有佛 有法就有佛 第八大愿呢 就是普洁回乡 所有礼战供养福 请佛注释准法论 随喜忏悔注善根 回向众生寄佛道 学习佛法 修普贤恨根的人 随时随时随刻 都要想到一些众生 凡是发菩萨愿的 你念念之间 不要离开众生 众生都是父母 是我们过去父母 或者是未来父母 或者现在说父母 因为我们要休息 礼敬 赞叹 供养 忏悔 劝情 请佛注释 把这些个所有的功德 回向 回向给谁呢 回向给一切众生 让一些众生 都能得到幸福 生活愉快 最重要的是闻佛法 闻了佛法了 发的发菩提心了 他能究竟离苦 要不发菩提心 苦呢 是永远不断的 这个是普贤菩萨的 最重要的部分 最后三愿 完了就长遂佛学 我说一切如来是 修习普贤 圆满性 普贤性 是你修行断获成道最圆满的 你这个功德 供养过去的一切如来 还有现在一些注释的祝福 我们这个世界没有 十方世界 注释的祝福 很多呀 很多呀 我们常随佛学 学佛 我们不是皈依了吗 皈依了法 皈依了佛 还有皈依了神 不是有的受了五戒 有的受了十戒 有的是 比修比修理解 这个 算不算 一佛二行呢 算 子女一归于佛门 最初你受三归 都劝你发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就是菩萨 你肯切的发心 真诚的忏悔 以这普贤菩萨十大愿 为你的基础 常随一切佛学 佛现在不自私了 佛教授我们的经典 法还在世 是 以法尔学 因此 多余 现在祝佛 未来祝佛 现在祝佛呢 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佛没在 阿弥陀佛还在 阿弥陀佛还在 释放祝佛的 说是 现在的祝佛还在世 我们这个世界的 未来的佛 咱们看见时间很长 多少亿万年 那在佛来看 时间不长 当来下生未来佛 我们像谭来学 谭来学 我们的思想 喜好 都要学佛 佛喜好什么 我们要喜好什么 佛喜好的 上求佛果 下斗众生 因此 我们要发愿 向三世祝佛学习 三世祝佛学习 就学习的 普贤菩萨十大愿 十大愿 所有十方一切佛 广大清净妙中严 纵会围绕住入来 西在菩提树王下 阿弥陀佛 这一生 在菩提树下 修了六年苦恨 这个母大家都知道了 成了道了 成道之后 说法四十九年 度众生 入涅槃 但是这是一般的说法 现代母学华言 在华言境界 就是梵王经上所说的 释迦摩尼佛乃是千佛之中的化佛之一尊 他的报神 他的报神 那他报神佛呢 是鲁沙诺佛 法神呢 毕露哲诺佛 在大乘教义而言 佛具处三神 三神 化神不在 没有佛没入涅槃 这个意思就要我们解说明白 佛并没有入涅槃 所以才证明 地藏菩萨在 在地藏经地藏菩萨问佛 佛跟地藏王菩萨说 我在这个世界 不是全以佛神度众生的 大家念过地藏经都知道吧 什么神都实现 菩萨身 道者身 那我们这里头都有佛在 都有佛在 佛是 什么神都现 只要度众生的方便 那就说佛并没入涅槃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哇哦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邮您一起 不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铺名 台湾救狗协会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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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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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